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生活中的聪明人 你会发现他们很容易结识 交流也毫无障碍 可当你想更深入地与他们交往 却总是隔一层沙 都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内心的丰富与安宁 这种境界必须独处时才能拥有 聪明人往往很少社交 不是他们不喜欢交友 而是他们对朋友有自己的选择 不会浪费时间去经营人脉 正如思维力的作者王世民所说 在你的价值未有效建立之前 不要浪费精力在圈子上 若自身没有交换价值 一切社交都是无效的 古人云 乌以类聚 人以群分 看过奇葩说的人都知道 詹青云和傅首尔是两个强强变手 台上对垒时两人言辞犀利 思维敏捷 针尖对脉盲 观众看了有种棋风对手的快感 台下他俩却彼此欣赏 詹青云说傅首尔会些幽默 傅首尔不惜对他称赞 听青云辩论就像被封亲吻 两个文化底纹深厚 实力相当的人 无论是台上博弈还是台下交流 都能轻松自如 不生嫌隙 人与人相处 讲究思想上的门当户对 不同品的人很难走到一起 就像鲁迅和润土 年少时一起上树捉鸟 下海十倍 到瓜地刺茶 童年的丰富多彩 让鲁迅盼着润土的到来 可时隔三十年 两人再次相见 已找不到当年的亲密和幻常 润土身上不再有年少时的意气风发 而是一个饱经沧桑 唯唯诺诺的中年男人 由于生长环境不同 他俩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 由于成长速度不同 两人在三观和认知上已渐行渐远 地位悬殊 营造不了平等的关系 价值不对等 感情维系不长久 正如比尔盖茨所说 这个世界并不在乎你的自尊 只在乎你做出来的成绩 然后再去强调你的感受 生活是残酷和现实的 你的能力配不上拥有你苦苦经营的人脉 没有一点价值 人生不是独角戏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 没有人愿意一直向下兼容 也没有人能做到一直向上仰望 好的关系都是势均力敌 同频的人才能走到一起 乔布斯说过 你的时间有限 不要为别人而活 不要被教条所限 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 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 人生苦短 我们无需委屈自己去迎逢他人 不把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世上 珍惜当下 专注自己擅长的领域 在网上看到一个八十岁的摩西奶奶 本是一样天年的年纪 却只比写小说 办画展 她画得不拘一格 有素描 有油画 有花草动物 有丘陵沟壑 每一幅画都栩栩如生 她临摹繁高的向日葵 像真品一样 热烈灿烂 她热爱学习 已经出了两本有影响力的书 她更爱画画 生活中的每样东西都是她创作的来源 有记者问她 已是古兮之年 为何还想画画和写作呢 她微笑着回答 小时候生活困难 没条件 成年后为生计奔波 没时间 现在子女已成家立业 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每天她除了吃饭 睡觉 锻炼身体 就是画画和读书 偶尔有空闲时间 也只跟写作和画画的朋友来往 冯继才曾说 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 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 余生不长 取悦别人不如强大自己 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 却可拓展生命的宽度 增加生命的厚度 不为无关的人浪费时间 不为没有意义的事 耗费精力 垃圾社交不如独处 朋友变天下 不如知己二三人 越聪明的人越懂得 在有限的生命里把时间 留给重要的人和事 韩寒曾说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跟谁同行 一个人有多优秀 要看他有谁指点 一个人有多成功 要看他与谁相伴 不管在职场 人际 还是情感世界 都是如此 父母爱情中的安洁 是个受过教育 见过世面的资本家大小姐 嫁给海军司令为妻 在岛上当一名教师 邻居跟他套近乎 他从不参与八卦 冤亲跟他攀关系 他除了招待 不卷入鸡铃狗碎 岛上生活艰苦 他却能把日子过得精致 在院子里种满鲜花和青菜 枝起葡萄架 工作累了 生活烦了 便约志趣相投的葛老师 到家中喝咖啡 坐在春意傲然的院子里 品着香气四溢的咖啡 谈天说地 连外来写生的夏老师 都被安洁的气质吸引 夸她是个有格调的女人 邀请她当模特 三人聚在一起 谈古论今 聊话话 吹口琴 别的军属都被柴米油盐 熏得灰头土脸 安洁除了工作生活 却懂得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好的人脉是一种滋养 安洁虽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却依旧仪表端庄 气质优雅 被丈夫疼爱 受外人尊敬 活出人人羡慕的模样 哲理人际关系 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够了 艺术当中说 能量是宝贵的资源 损友会像水质一样 负在人的身上 慢慢吸走你的能量 而优质的人脉 同贫的好友 会激发你生活的热情 把负面的情绪及时清理 把正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亲人和挚友 在优胜劣汰中不断地重塑 完善自己 《十一物语》中说 越是聪明的人 在社交上花的时间越少 因为他们懂得人脉不在别人身上 而是藏在自己身上 韩寒在成名之前很少交朋友 同学们成群结队 嬉笑玩耍 他却特立独行 写自己的故事 大多数人会成普通的样子 他却呈文坛上一颗耀眼的心 别人说他冷漠不合群 而高晓松却觉得 韩寒是最靠谱的朋友 当高晓松酒驾入狱期间 他指导的大午生正准备上演 他只跟韩寒打了一个电话 电影首映时 你有空去捧个场吗 韩寒一口答应 马上给高晓松做宣传 上映当天还在外地赛车的他 一结束便马不停蹄地赶到现场 为高晓松捧场 朋友不再多 贵在京 落寄时的推心致富 远胜于酒桌上的抽光交错 雪中送炭的朋友 远比锦上添花的朋友更有温情 就像作家薛小禅曾说 人到了一定年纪是往回收的 收到最后 三两知己 一杯浅茶 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真正的聪明人 会对多数人亲和 却只跟少数同频的人深交 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生命和价值 必定珍惜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了 各位小伙伴 晚安咯